大家好,欢迎来到下次的厨房 今天我们来做羊梅果酱 羊梅果酱不但美味,而且可以消暑开胃 和炎炎夏日真的很配哦 把1000克新鲜羊梅放在盆里 加入两勺食盐,用清水洗净 洗锅的羊梅沥干水分 用水果刀小心地把羊梅肉切下来 把切好的羊梅肉导进货币机打碎 把打碎的羊梅肉导入无油的锅里 加入150克白糖,开小火慢煮 边煮边搅拌,随时观察水分 煮成较粘稠的糊状后 关火,让它充分冷却 把羊梅果酱倒进干净的玻璃罐里 玻璃罐上下正几次排出里面的空气 最后盖上盖,贴上制作日期,放冰箱冷藏保存 羊梅果酱酸酸甜甜搭配吐司使用,味道太棒了 怎么样是不是超级简单,一起来做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,请关注转发点赞 谢谢 谢谢